好最近呢疫情到底状况如何呢 我们的小编很仔细帮大家做了一个总整理 现在呢社区感染的确已经发生了 好虽然呢还现在呢还框在某一些县市 但是呢接下来过年期间 可能大家呢参加尾牙啦家庭聚餐啦都要特别谨慎了 首先我们先来看从淘基的这个群聚案呢 淘基然后呢到了这个银行行员他们去吃尾牙 就传染到了这个吸体127人 还有呢机场的部分防疫人员真的是辛苦了 再来呢防疫的小黄司机一人 现在呢感染源目前呢大家都还在持续的调查 重点是不要让这个病毒呢再散出去了 我们才有办法框住 框住之后筛检然后清零 在这之前呢我们先来看啊 昨天传出来的一些消息包含了在医院的部分 亚东医院呢非专责的这个护理师怀疑呢是欧美猪哦 但是现在呢确诊之后感染源到底从哪里来谁传出来的 目前还没有一个详细的这个明确的方向 再来呢北市的联谊人员院区 北市联谊中心院区还有进入校园跟市场 这个是民众最紧张的我们先来看 现在呢我有看到感受到哦这个市场的这个分就是怎么讲 就是民众要进入市场呢的确有变严格了 我看到市场呢不像以前啊这个怎么讲实名制的那个牌子QR Code给大家扫 好像啊你直接走过去也可以不要扫 现在没有哦好全部都框起来了 单一出入口让大家呢确实的做好实名制 大男市场现在呢预防性的休市三天 因为有一名50多岁的女摊犯 她呢就是没有打疫苗的 那她去陪病裁检结果确诊 确诊的来源在哪里 现在也是查不到 其实有很多专家都说呢不用再去追 就是执着的在追这个确诊到底从哪里传出来的 现在主要是要把它守住 再来呢因为确诊者足迹现在公布出来 让大家知道了他们去过了这些地方 当然都是人多的地方 IKEA的桃园店女业务员 然后呢跟确诊者家人一起去同桌吃鹅肉吃饭 足迹呢吃了肉然后确诊了 正好呢他的这个确诊者足迹啊 跟银行员是重叠的 他们都有到过IKEA 再来就是昨天晚上 很多学生呢他们在期末报告 报告到一半被通知赶快回家 因为呢东吴大学的城中校区 在1月16号的时候呢 有确诊者曾经到访 虽然说大学现在其实已经没有在上课了 已经放假了 1月19号呢 有人一群同学呢 在做难听在做期末发表会 当场通知150位的师生赶快回家 然后呢自主健康管理7天 现在的专家怎么说呢 专家现在像陈秀熙医师他就说 预计啊本土疫情持续延均 Omicron传播很快 到了月底可能还会有450例 现在呢包含了六大传染链 刚为大家做了整理 三不明感染源 现在危机四伏也有专家认为 如果这一波我们挺住了 过年之后没有再蔓延 那我们就守住了 情结册一辆结一辆 在大南市场展开大情消 仔细看四周 谈反都没有营业 整个市场空荡荡 传出女菜饭确诊后 市场不止多次消毒 内外市场持续休息 大家都知道是哪一摊啊 吓一跳啊 怎么会这样子 他也没有乱跑 没有怎样子 附近摊上人人自为 根本想不到疫情怎么烧进市场 案18119 50多岁确诊女菜饭 不曾接种过疫苗 日前因为到医院陪病 接受裁剪才发现阳性确诊 而女菜饭足迹接触 与淘鸡联邦银行习体群聚都无关 至今感染源不明 一个卖菜的女员工确诊 员工住在邻近的里 这两天后 裁剪的结果都没问题的话 礼拜六就可以恢复正常营业 那昨天也裁剪了600多位 那没有新增个案 市场休息到21号 谈反和周边店家也较苦连天 爆出确诊案例 过年前最后一周生意肯定 大受影响 本土疫情持续延烧 不止变数多 还已有六条传播链 包含淘鸡群聚案 机场防疫人员 防疫计程车司机 及亚东医院护理师 还有北市联衣中心 仁爱院区 这几个感染序列彼此都独立 而新竹一家四口岸 大南市场也爆出感染源不明 带离情传播途径 不明染链持续扩大 收进社区生活圈 民族只能自我小心 记者张佩兹 张佑辞 刘志展 SNG 采访不到 好 聊天室里头先非常感谢 除阳的斗内列车已经开启了 也欢迎大家YT斗内 要记得留言给我哦 谢谢我们的金群 Lawrence 也来了 许美媛 陈寅泰 就意料 大家午安 接下来呢 非常大关注的就是呢 目前呢 校园的疫情的状况 我们先来看呢 当然呢 从桃园传出来 桃园机场传出来 然后呢 到了我们的职场 进入了家庭 然后呢 传出去到了校园 现在呢 这C提案 延烧到了 就是校园了 在幼儿园的部分 其中呢 有一位小朋友的爸爸 案18116 因为他的足迹 曾经到过了 台北市的校园 16号呢 他曾经到了 东吴大学的城中校区 消息曝光之后呢 东吴学生啊 在网路上爆料说 哇 16号那一天 是他们的会计大会考 而且他说 至今三天 其实有很多学生 还是有到学校去 上课或考试 他说他们整个怕爆耶 还有学生说呢 会议室当时有200人 这根本没有社交距离了 上台报告的同学 有人是没戴口罩 现在这个案子 也让大家觉得 校园也必须提高警觉 在室内最好 口罩也带好 西提群聚案恐烧进 北市校园 东吴大学城中校区 爆出有确诊者足迹 北市卫生局证实案 18116 西提群聚案 一家四口染疫的 华盛顿幼儿园确诊 女童父亲 他CT值19.5 无症状 确诊前三天 1月16号在可传染期 曾进入校园 消息一出引发失神恐慌 我去拿书 怕自己也会中 我们学校会计系 好像假日都会 考试都办在假日吧 可能也有一些活动 从别的 确诊者到校当天 会计系正进行大会考 师生们听了很紧张 而确诊足迹 是在校门口大楼 二楼的坐南厅 1月16号 长地租借给校外人士办活动 当时按18116来参加 学生透露 1月19号 有约150名学生 在这里期末成果发表 进行约两三个小时 老师突然说 有确诊者足迹 请大家回家自主管理 消息一出引发学生热议 有同学说 其实是大约200多人 拥挤且无社交距离 上台报告同学还未戴口罩 这礼拜有去学校考试 真的怕爆 开放和平医院 如果任何的疑虑的 师生同仁 都可以去做免费的PCR 东吴大学成心是下课后 同仁才通知有确诊者足迹 希望同学回家 注意身体状况 自主健康管理 确诊者参与活动当天 还有一名工友进行清销 接着连两天未进校园 将安排裁剪PCR 当天入校约100多名师生 也将进行自主健康管理 确诊者使用的坐南厅 将暂停租界两周 避免疫情扩大 记者陈生帽黄文君 杨湘于台北采访报道 谢谢罗伯头 林静安 大家午安 还有兔宝宝也来了 潘南希 好 接下来我们持续来关注 很多人都想说 如果我跟确诊者足迹重叠 那我会不会收到 这个细胞简讯呢 提醒我呢 来 我们先来看这个案子 这是在新竹 确诊的女业务员 她连两天呢 都有到新竹的巨城 那么市府呢 在今天啊 就发出了4000多封的细胞简讯 如果说您有收到 政府发送给你的细胞简讯的话 建议足迹重叠的民众 你要做什么呢 首先口罩赶快戴好 如果可以的话戴两成 然后呢赶快去裁检PCR 让你自己安心 也让家人安心 收到简讯的民众啊 一大早很多人 哇 开始了 真的马上赶快要去 筛检再筛检 因为这个女业务员 其实她有打疫苗 她打两剂哦 她打的还是BNT哦 但是呢 突破性感染 Omicron有多厉害 告诉你 打了第三剂 大家可能都还没有办法 不戴口罩 但现在呢 这个女业务员啊 跟车商的夫妻 其实他们到过很多地方 因为可能一开始无症状 你也不知道自己被感染了 这个署长 邱淑提署长 他也说了 现在这Omicron厉害是什么呢 就是你已经被感染了 但你无症状 而且一开始筛检 可能还筛不出来 所以你一直以为 你自己是健康的 你就呢 餐厅照样去吃饭 然后照样去上班 你也不知道你确诊了 然后病毒就这样传出去 所以呢 现在大家要提高警觉 很多地方没有实联制 遗漏的疫调足迹 也可能会成为防疫破口 现在呢 停课的学校全面全筛 好 两千多人 两千多人这样筛 一共呢 7796人 目前呢 初步的裁剪是阴性的 新竹连两天爆出 感染源不明的确诊案例 是否紧急加开两座筛检站 在案18082确诊足迹公布后 许多民众收到细胞简讯 担心被感染 不管外头刮着大风 一大早筛检站外 就排满民众等待裁剪 然后就有跟他 同一个时间去的 然后就说叫我们来筛检 另外针对确诊各案 就读或实习的学校 包括明星科大 一名高中 三名国校 以及维育幼儿园 总计7796人裁剪 全部都是阴性 但新竹成为疫情重灾区 民众都很担心染疫 怎么说 我会怕 如果中午就怕传染给别人 19号确诊的女业务案18082 打过两剂BNT疫苗 仍遭突破性感染CT值16 她曾在1月9号到青青果农场 目前农场已经匡列15人 进行PCR检测 另外她同一天 还有到桃园IKEA用餐 与两位桃园联邦银行确诊行员 足迹重叠 她11号又与确诊 车商主管用餐6个小时 到底是谁传染给谁 感染源又在哪 需要等基因定序结果出炉才能确定 值得注意的是 确诊女业务和确诊车商主管夫妻 在病毒拒传播力的期间 到很多地方都没有实联制 让人担心若确诊足迹有漏网之鱼 恐怕会在社区中形成隐形传播链 另外新竹市面对21号登场的学策 除了不开放亲友陪考 再加码寄出三大防疫措施 包括设置专用防疫市场 调降每间市场的考生人数 并提供防疫隔板让考生在原座位 用餐休息 希望透过加研的防疫措施 让考生能够安心应考 记者 虹梦千张之人新竹报导 现在大家紧张的就是在校园的部分了 还有这个小朋友的部分 是不是要直接放寒假 或者是远距教学 接下来会不会又要重演呢 有家长就说了 这个学校已经发了下学期的课本 你们小朋友先带回家 家长看了真的是很紧张很怕爆 觉得说恐怖的这个线上授课 会不会下学期未完待续呢 有家长就说 我们桃园连课本都还来不及拿呢 就回家了根本就没上课 这学期都还没结束 学校就急着发下学期课本 老师在群组说 因应疫情不确定因素 学三本课本习坐 通通让小朋友带回家 让家长们看了超害怕 多多少少回 预防就是接下来要停课吧 昨天已经带一批了 今天再带最后一批 会有互相干扰的状态 因为我家三个 然后这边一台那边一台那边一台 哦那很恐怖 家长感觉不妙 哀嚎实在很怕要改踩线上 本土疫情烧进校园 远距教学的噩梦恐将重演 网络上其他家长也说 这是线上预备备的概念 简直怕爆恐怖的线上又要开始了 更有家长哭笑不得说 我们桃园的连课本都来不及拿 就回家没上课啦 很希望能够顺利开学 但是如果说万一有什么疫情的变化 我们至少不用在过年期间 要去处理教材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上次的经验很痛苦 而北市教育局也宣布 从1月21号到2月28号 寒假客服社团活动统统暂停 但照顾或托育性质的 课后照顾班仍照常进行 至于校外教学病旅则延后办理 眼看疫情稍个没完 就怕学生受教权益受影响 朝前部署让学生和家长心理有所准备 记者内容陈林佩杰台北采访报道 协设人介绍 协认 协设人 协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